观战一局巅峰七阶万三分S二梦之女巫 看看顶级图黄的精彩操作 开局直接到双十一 找到了勘探 这里直接寄生 但勘探好像有想法 不知道想干嘛 女巫也有想法 就是想等原生过来再放寄生封路 这招显然非常有效 直接拿到了一刀 此时勘探也没急着离开 而是继续在原地观察情况 女巫提前操作两个女儿反向移动 随后狗的CD结束 直接放狗咬住了勘探 接着一顿切换操作封路 勘探很快 再开局一分钟不到 就被诉容 甚至还让拉拉队来OB 完美的连修机也干扰了 一挂上椅 此时拉拉队坐右耳 将寄生吸引了过去 飞行家则趁机偷人 但被发现了 一刀逼就 想打双倒 可惜没机会 只能继续针对性地追击勘探 随后再来一个钓鱼执法 但还是被飞行家跑了 此时勘探进入了小门附近 信徒准备围剿 结果被扔了个磁铁 拉开伸具后 假装放狗的同时 直接切闪现 然后将重计的勘探击倒 这里还好磁铁触发时间慢了 不然闪现会直接弹开 二挂上椅 勘探被卖 女巫来到了大船 找到了残血的飞行家 很快 在三下两成五的情况下 直接将飞行家闪现击倒 一挂中场上椅 顺便压住了中场的机子 拉拉队也被发现 果断上前给压力逼就 就下后 飞行家进入了板区博弈 可惜博弈输了 被过板刀击倒 直接二挂上椅 接着半路拦截到了教授 飞行家直接飞天 但此时机子也压好了 求生者选择直接点亮 争取走一个 女巫先给教授一个寄生 最终选择留下教授一人 以三杀一跑结束了比赛